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 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士以色拉将耶和华借摩西 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色拉将律法书带到 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从清早到晌午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着律法书 众民侧耳而听 文士以色拉站在为这世特备的木台上 马塔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 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 皮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伯大拿、 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 以色拉站在众民以上 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 他一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以色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门、阿门 就低头 面浮于地 敬拜耶和华 耶稣亚、巴尼、士利比、亚敏、亚古、 沙比泰、河地亚、马西亚、基利他、 亚撒利亚、约撒巴、哈南、 皮赖亚和利位人 使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 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士以色拉将耶和华借摩西 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色拉将律法书带到 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从清早到晌午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着律法书 众民侧耳而听 文士以色拉站在为这世特备的木台上 马塔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 站在他的右边 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伯达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 站在他的左边 以色拉站在众民以上 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 他一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以色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门、阿门 就低头 面浮于地 敬拜耶和华 耶稣亚、巴尼、士利比、亚敏、亚古、沙比泰、河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巴、哈南、皮赖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 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士以色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色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从清早到晌午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着律法书 众民侧耳而听 文士以色拉站在为这世特备的木台上 马塔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 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伯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 以色拉站在众民以上 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 他一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以色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们、阿们 就低头 面浮于地 敬拜耶和华 耶稣亚、巴尼、施利比、亚敏、亚古、沙比泰、河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巴、哈南、比赖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 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士以色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色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从清早到晌午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着律法书 众民侧耳而听 文士以色拉站在为这世特备的木台上 马塔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 皮大亚、弥撒利、马基亚、哈顺、哈伯达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 以色拉站在众民以上 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 他一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以色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门、阿门 就低头、面伏于地 敬拜耶和华 耶稣亚、巴尼、士利比、亚敏、亚古、沙比泰、河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巴、哈南、皮赖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 《讲明书》 《讲明义死》 在水门前的宽阔 从清早到晌午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着律法书 众民侧耳而听 文士伊斯拉站在为这世特备的木台上 马塔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 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伯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 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 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 他一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门、阿门 就低头、面浮于地 敬拜耶和华 耶稣亚、巴尼、施利比、亚敏 亚古、沙比泰、河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巴、哈南 皮赖亚和立位人使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别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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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